好,那刚刚有一些地方可能在把重点你们再检查看看 因为理论上应该是不至于会发生那样的问题 那可能是不是哪些地方没有做正确 可能再检查一下 因为毕竟以SEO这个环境其实还蛮可靠的 我觉得用起来这么多年理论上应该都还可以 那只是理论上有一些地方就是设定上不要发生错误 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有插入蓝 这个可能把它拿掉 我看一下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公式填上去的时候 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没有填写错误的问题 那这个公式呢 我有把它放在那个云端上面 所以如果各位要参考的话 可以到那个云端上面的第五个单元找一下 我刚刚一模一样的公式 我把它贴到云端上面的第二页 所以你往下卷动 这边其实就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公式 或者是说你们可以直接拿这个公式 Ctrl C 直接Ctrl V 贴看看 会不会是你公式打错了 比如说你把它贴到这边来 OK 把它贴上来 然后直接打个勾 OK 没问题 如果你用我的公式贴上去 假如还有问题的话 那你恐怕就是要检查一下 前面的东西有没有错 或者是说你的那个公式里面的那个名称管理员里面 反复要完成 我是建议你可以在学这个聚集录制 然后并且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固定的程式 然后最后再加上按钮 又类似像这样的 就是直接我demo给各位看一下 也就是你们刚刚做的动作 如果每次都要做一次 其实也蛮浪费 蛮花时间的 如果你将来希望说这些事情都可以自动帮你完成的话 我是还蛮推荐 各位可以把那个所谓的聚集录制 这个地方 但是聚集录制恐怕先把开发人员先叫出来 这个开发人员不是预设就打开的 你可能要把它打开之后 我先demo给各位看 类似这样这样 这可以做一个清除聚集 也就是说如果我假设 我的前面的问卷已经更新了 然后我希望它能够重乱一遍 我不想再把公式重填 然后向右向下的话 那实际上我可以再写一个这个叫问卷调查的聚集 那这个问卷调查聚集不是自己写程式的 其实在那个Excel里面 我觉得它有一个还蛮蛮不错的功能 就是说它可以自动帮你把你的滑鼠键盘的动作 记录下来之后转变成那个VBA的程式 简单讲起来就是说 它就会自动帮你写出你需要的程式 那只是说你写完之后 你恐怕你再自己再加上那个按钮 你就可以按下它之后 把刚刚的事情全部都再重新做过一遍 那这样好处就是说 你如果 当然它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复杂 如果你有很多动作 就可以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然后按一下按钮 一整个事情就全部完成了 当然也包含就是后面 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 也就是你的那个爆表你希望自动化 其实也可以把它录制之后修改 改成甚至加一个回圈 它会自动帮你把那件事情 反复的事情重复 重新再帮你做完成 比如说底下这边一样14个栏位 你可能要做14个报表 那如果你会写程式的话 理论上 就是把那个聚集录下来之后改一下 就可以自动帮你把14个报表 自动把它表格做出来之外 甚至旁边也可以把图画出来 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需要每次都要做重复的事情了 OK 那当然啦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分享一些 就是比较可能时间没那么充裕 所以我大概简单说一下 比如录制聚集 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 不妨可以试试看 但假设要增加这两个按钮的话 第一个你们可能要找一下 就是你们的Excel里面 有没有开发人员 这个标签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可能要找一下 因为它这个功能 有点像隐藏功能 那它会躲在哪里呢 可能要讲一下 不同版本可能放的位置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理论上 你的版本应该会有类似像这样一个箭头 这个箭头可能 我现在是在这个位置 那也有可能在这个位置 所以你们找一下 可能在这里也可能在这里 那你只需要做第一个 把这个箭头点一下 然后找到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里面有制定功能区 制定功能区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个叫开发人员的标签 那理论上 不管任何版本 预设都没打开 所以如果假设你希望它可以自动 帮你把一些程式给记录下来的话 那你记得要把它打勾 OK 这边把它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按一下确定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上面 就会出现一个开发人员的标签 那你要怎么利用这个开发人员 做刚刚讲的这个按钮 基本上哦 会用到主要的功能 就是这个叫 录制聚集 OK 那怎么做啦 请各位也许先找找看 有没有这个东西 并且把它打开一下 那当然顾名思义啦 如果你打开开发人员 有点像是 打开一扇门 而且这扇门 变成你就升级了 本来是使用者 你如果要升级成一个开发人员的话 那变成说很多事情 以前可能要土法炼钢的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按照自己的工作流程 去设计一些自动化的功能 让你的工作效率提升 我觉得这蛮有帮助的 尤其是你每天 重复性的事情越多的话 越需要这样 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重做 你会省下很多时间 可以做你觉得更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先把开发人员打开 你们找一下 这个箭头的话可能在这里 也可能在上面 你们找一下 点一下 然后其他命令 找一下这边有自定功能区 把那个开发人员打开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要怎么辨出这个 叫 比如说叫问卷调查聚集好了 假设我需要有两个按钮 那这两个按钮 其实等同就是两个聚集 所以你就必须要录制两个 录制两个聚集 录制的方法的话 基本上就是开发人员打开 录制聚集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将来希望把你每天固定 会重复做的事情 希望能够把它录下来变按钮的话 其实也没那么困难 但也没那么简单 因为一样 其实要把这个工具学好 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而且细节很多 只要你一个细节没做对 他就给你出现一些奇怪的一些问题出来 但是如果你每个地方细节都注意到 我自己是觉得他其实还蛮听话的 OK 但就是怕说有一些地方没有注意到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先把开发人员打开 OK 那第二个的话 其实呢 你要做录制聚集顾名思念 录制其实有点像那个录影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你如果要录的时候 建议是先 比如说要拍戏一样 先自己要彩排一下 不然的话你一定会NG 不需要 那所谓的彩排 就是说你可能要知道说 你到底有几个动作要完成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应该 1游标放在哪里 游标放这里 可能会同意说 老师那录制聚集的时候 需不需要把公式删掉 当然不需要 因为如果你把它删掉 你要重key 所以如果已经key完 你就让它保持这样就OK了 所以我们就是 1游标放在B2 2的话呢 再把游标放资料编辑列上打个勾 然后3的话呢 就是向右拉一下 拉到欧蓝 然后再点两下 所以第4就是点两下 这样就完成的那个 就叫问卷调查聚集 所以你先彩排一下 你确定说1、2、3、4 这个动作你是不是流畅 如果你流畅的话呢 你再录制 那基本上就比较不容易失败 OK 所以第一个按钮 第二个按钮是清除 它清除怎么清 1一样游标放在B2 2的话呢 我是建议的 你不要用这样选的 因为这样选 缺点就是说 将来如果范围改变的话 那你恐怕你要重新录制 所以建议什么 你记那个快速键 我刚刚有讲过嘛 就是 1游标放B2 2的话Ctrl Shift向右 向右它会选到最右边 Ctrl Shift向下 OK 那这样的话按个Delete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完成清除 那你就把它 所以其实清除 Ctrl Z一下 复原一下 所以清除的话比较简单 1 然后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OK Delete 三个动作 那做完之后的话 就可以开始录制了 所以 再来我们就是把那个 刚刚的动作录下来 那就可以变成按钮 就可以把 你前面做的 你就不需要反复做 以后的话就按一下按钮就可以了 好 那请各位先找找看 有没有开发人员 你让 但不同版本放的位置有点不太一样 但至少一定都会有开发人员 而且打开来 所以录制区席位置应该会是一样的 OK 试试看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